三个中产党 这一刻所谓六一六大游行 已经曲中人散 当然在这一刻最新的判断就是 林郑暂缓了逃犯条例修订的方案 Kelvin你想就着这个题目有什么意见 我好像前瞻性多一点 因为一来不知道这集是出门 出门的时候可能我们估计的东西已经出门了 但我没有那么快发展到那么夸张 我本来相信我们说的不会出门 我想做个譬喻就是大家回顾 譬如香港03的时候好像争取到游行 当年不知十万 接近100万 好像争取到一些东西 但你事后看回 中央对香港的政策都是有一个 反式主义的很大的转变 一方面它就给自由行 经济上就去哄香港人 经济好一点 但另一方面政治上就是逐步收紧 当年它觉得可以争取到一些东西 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但事后其实有些政治上是有些后果 我想这次前瞻性少少就是说 虽然在这一刻都不是说争取到很多什么 赢到很多什么 但是最低限度 香港政府会说是暂缓 不去搞这些东西 越来越松 就说暂缓 这一年都不会搞的了 这一年都不会搞的 其实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搞的了 就是技术上 基本上已经是和撤回 有人说是差不多了 和23朝都是这样的 将来都会搞的 但是不搞的了 是的 我想谈一些前瞻性的事情 之后 根据十几年前发生的事情 就是建制派在竞选上面就大败了 但是后来他就会有很多东西政治上收紧了 很多我们后来发觉不喜欢的东西 都是大概那个时间开始 就是好像行政总官他越来越没有 没有个自主能力 很多东西都是要变成中联办 插手好像多了 就是社会这样觉得 今次又是这样翻版 或者是这样的时候 觉得争取到一些东西的时候 之后 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说 看看大家明确说 就是说 在这一刻的话 究竟应不应该 应不应该 成性追击 还是觉得见讨助收 这个可以讨论 但是我更加有 就是觉得更加重要 再看前一点 之后 无论香港不同的政党 不同的政治诉求 向特首是否要下台 是否要他承诺 一些不同的东西之后 之外 之外 究竟 究竟会不会有七后算帐 你先说 你先说 第一 就是在可见的情况下 是不会七后算帐的 因为如果他今次 是暴力震压了之后 就肯定立刻七后算帐 但是这个状况 你道歉之后 就立刻七后算帐 那你就知道 在可见将来都没有七后算帐 我觉得香港这个状况 就好像三年之后 那大家看看 他会立刻 现在应该正确的做法 即是如果他作为中央政府 立刻首先 就派了大量探子过来 喂 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的 你一定要将整件事 研究清楚 写了报告 才去做那样东西 即是现在绝对在这一个月之内 都是下来收封写报告 探测文情的时候 是不会作出任何做法的 而他在这个状况之下 多数会好像2003年之后 会被一批割政府 大家就 要随便 应该给一些保皇党 我指的意思是 给一些有钱佬 他们说多些事 然后放松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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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家 又可以 不移动 五七年才说 慢慢再培养势力 再去做一些螞蟻 工兵 做好一些地区工作 我觉得 从阿爺来说 他打伸仗都输了 但是他小小的 好像工兵那样 侵蚀 那是他反而是强项 我觉得他会做回他的强项 如果他是聪明的话 应该尽量用蚕食的方法 而不要再搞任何很大型的折騰 对他会有利点 除非他 如果他想折騰 就找个机会 一获过开拖 不是 一获过开拖 不是 就是没有你镇压 如果他要折騰 他找到机会 就没有你镇压 于是 但是当然不是一个 200万人的障碍 是一个可能 20万人的障碍 他就没有你镇压 然后才再算 会比较适合 但是 我也有这样问 因为就是 譬如今次 其实都很明眼 人都看得到 其实是有钱佬 不是很想过这件事 是很不想过这件事 是很不想过这件事 但是现在 地产项目 是应该给 港资去投 有多少是中资去投 慢慢阴干他们 在市场的影响力 钱好 权力好 但是你的说法 就是 不是的 反而会让回给他们 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 肯定是心肝 如果发生了这件事 想不让都不行 是不是 就是这件事 一路都是他们一路做的 一路都在做的 一路都在做的 其实我之前说过 明日大婴 都是想做这件事 但是现在就肯定要放松 那是怎样放松 那是怎样放松 可能明日大婴 那些不起住 就是任地 所有东西 那些 那些 中资不投 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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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给他们更换 就是给他们更换 给他们更换 就是可以选择 总之就是 搞了那么多明日大婴 给你有钱的地 可以再出来卖 或者你少一些房子 等你可以 可以临价再升 因为地产商最大的 Stake 不是建樓 香港地產商最大的利息是在收租 收租的價值是以萬億計算 所以地產市場的意思是維持收入 但問題是他們不賣的價值是最大的 所以他們一定的樓不可以蓋太多 但他們所說我都是套用本土研究社的說法 他們持有很多農地、棕地 他們都想在某個時間有秩序釋放 農地和棕地其實是不用釋放的 如果作為核心利益就不用釋放 因為那件事是在的 他釋放了的話就沒有了電地 但他們始終如果是 不用套現的 不用套現 我覺得要有秩序的套 你一次過套就可能不太好 我這樣說給你聽好不好 有一個人叫Jeff Bezos 全世界最有錢的人 他是全美國最大的地主 基本上買地去製造的東西 是不用套現 買地本身已經是一個 就是買農地 本身就已經是一個 累積財富的辦法 套現之後是可以套現 不過那個財富就沒有了 現在我買一件東西 我買一幅畫在這裏 這幅畫是德加索的 我放在家裏 我不需要賣 可能升了十倍 但我不賣那件價值也得到 但我賣了就沒有了那件價值 你明白嗎 你聽到套現 他經常不需要套現 大家經常以為這樣 就是他那個叫做 IFC商場 要不需要套現 他不用的 他拿著那堆東西在這裏 已經是一個目的 當然如果套現也是很好 但問題是 套現的前提 是他不可以 傷害到現有那堆樓的價值 如果大賣了現有的商場價值 就不行了 我又不是完全同意 不過有一個前設 就是你政府要承認 不用那個官地收回條例 始終因為有把刀 就是放在農地上 你買一用它就糟糕了 當然你政府可以承認 就是我們現在一定不會用的 這個也可以是一個 安撫他們 推算的 但問題是 你們之前一直說七號算帳 其實你說的七號算帳是甚麼呢 所謂的七號算帳 譬如我們看回2003年之後 很多泛民所說的中聯辦 他們介入的政治多了 拉人 拉人 拉人就不這樣拉 你分了兩個層次 對地產商或商人 是一個層次的七號算帳 對一般市民 是一個層次的七號算帳 你剛才說的就是地產商的 柴樓上算帳 譬如有錢人 當年也不是很直接很快 被田兆被人撕拆 這個又是 很漫長的一個需要 所以你不要想著 今次跟你談好了 這兩年後就會發生甚麼事 如果你再這樣說 你再推遠一點 其實他這件事是成功了 因為你又將中共完全介入香港的時間表 又推透了 一國一制 分分鐘的時間表又推後了五至十年了 是 而且如果這樣就過了三十多年 過了三十多年 距離二十四七十多年 所以整件事就不知怎麽搞了 但這個說法就是 因為我們假設了 他始終是中共忍不住手會搞 但事實上也是 但在頭幾年的時候 那些人有個幻想 而說不是 他們都說董建華做特首的時候 一直都好像沒甚麼插手 真的好像沒甚麼插手 是到了03之後才 變成一個因果 大家不是那麼清楚 其實是不是03之後 都打算插手 我覺得整件事是這樣 我們應該是去回一個宏觀點的歷史觀 去看這件事 1997年收回來 2047年去五十年不變 如果你中間五十年甚麼都不動的話 然後接著2047年收回來 那些人剛剛1997就說 喂大佬 你們五十年前之日 那些人全部都關掉 然後就簽來我 明白嗎 現在已經是這樣說 然後一定收不回來 所以他中間的過程 只要慢慢的習慣 頭那十年不動也都很正常 頭那一段時間不動 所以實際上不停地動 總而言之動到你慣了到2047的時候 如果不是2047的時候 一樣都是沒有學習的 但因為頭那十年不動 有些人有個幻想 會不會是五十年不變 以為會續期的 我現在沒有人幻想 你想想 現在這一刻 有沒有人說爭取真普選 現在不說這些 因為大家都知道是多餘的 你爭取甚麼東西 根本就不會再有可能真普選 大家都知道這句話是流以後 其實你已經是接受了這件事 你現在每一次爭取的東西 都是因為大陸強來 然後你希望他收回 你想想和1997年 剛回來回歸時說的要求 到現在的要求已經完全不同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 其實已經認了 這個才是令人害怕的 200萬人上街 他不順便叫真普選 所以我們會說到這個問題 200萬人上街 很多事情都沒有說過 他不敢說 沒錯 有很多事情大家都知道 潛移默化了 是不應該說 他已經做了很多事情 只是做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這樣的意思 所以你再反過來看 這個不是阿Q式精神 如果你已經認了命 你已經預期將來五至十年 就是已經會達到一個一制的地步 現在你吵完之後 竟然可以將時間秒再延後十年 你就是一個成功 這個絕對不是阿Q 這是充滿計算之下的成功 是一個很務實的成功 只不過我們是不能夠說出口 我們這個節目這麼刻薄 當然要說出口 如果不是我們要騙光 通常要說什麼 就是不撤不散 一定要撤回 這件事 亦不能說爭取新補選 因為你會令人很無忍 原來我們還可以爭取新補選 這個就很糟糕 這次講到這裡